临近太鲁阁的新城老街三月期出现了一家 以传递和孕育山海故事为主轴 融入美食手作好物音乐等等的 与地方共好的创意空间山海百货 而创办人胡文伟同时也是创办新城的练习曲出店 期盼透过地方创生重塑新城老街全新地标风貌 新城乡是花莲面积最小的乡镇 最北端在太鲁阁国家公园山脚下的新城村 曾因国片盛夏光年在新城照相馆取景 盛名大造成为旅客打卡怀旧必访景点 新城村博爱路逐渐成为花东太鲁阁旅游 往返花莲市的必经之地 如今同样在博爱路上将闲置数十年前身为旧台店办事处 重新打造的山海百货 融入了美食手作好物与地方共好的创意空间 三月起事营运为新城老街注入新亮点 这边为什么叫做山海百货 那其实是因为我们背后就是太鲁阁 然后我们前面就是利乌西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背山面海的一个地理位置 那其实很多旅客就是来玩的时候 第一站都会先到太鲁阁玩 然后就会来到这个小镇 就很希望在这个地方带给大家一个很全新的一些面貌 在新城秀林这个地区 我们怎么样陪伴这些商家 或者是可能刚开始成立的这些品牌 它怎么样变得更好 所以其实在二楼的山海选品这个楼层里面 我们有规划一个展区是专门给就是新城秀林的地区 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展现自己的产品 那另外一个更大的是 就包含花莲13个小镇 那那个的更好范围其实可以更多元 那无论是前期的商品的合作 那也可以到后续如何去开发说 花莲具有特色的一些伴手礼 那也有包含因为我们有活动的空间 会议的空间 所以能够更好的程度可以提升到说 AK是藉由手动的DIY的体验来去做更深的合作 这样子 然后也再加上我们练习曲团队 其实在地有做孩童的教育 那其实包含了教育类型的一些课程 或者一些影片的播放 其实也都可以做更深入的连接 上海百货一楼主打上海人文与餐饮 洗手七星坛私厨 以阴慕名的在地原名料理 主厨胡志强选用花莲小农食材 变化出山海间的独有菜色 当然就是以山海为主 有山有海 然后就是回南花莲 曼波就是新城的一个概念 这道叫做百香曼波鱼皮 就是我们曼波鱼的皮 因为它胶石它的皮很厚 我想说把它弄下来用一个巧思 用蒟蒻的概念 然后这个是七星坛的白带鱼卷 上面是我们的赤葱番茄 跟我们的塔塔酱 然后这边就是有曼波鱼肉 白色的就是曼波鱼肉 还有一些罗贝类在里面 然后这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当季的海草 海草的蒸蛋 还有我们的飞鱼卵 然后再加上一些蛤蟆的顶缩 二楼则是上海选品与侧展 以山鱼海的概念 成立华联在地共15个品牌的物产 海产及工艺品 并配合二楼展间 带来小米好好 吃大地的纹理 以及听见上海的声音展览 三楼山海共好基地 配有座椅、电视和书本 除了作为新秀地区青年运梦所 也作为民众翻阅新城历史的休憩空间 上海百货创办人 同时也创办练习曲书店的胡文伟表示 此番注入活水商业量能同时 聚集青年返乡 逐步以地方创生共好的方式 从塑新城老街全新的地标风貌 记得将方言新城相报导 对比刀 中文字眼oto 大马 Лions 感谢观看